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你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2月2日 这一期啊,咱们聊一聊中国足球 有人就说了,为什么大过年的聊中国足球呢 我大过年的把足球还整出来了 这不给咱添堵吗 但是呢,这次不得不聊 关于中国足球啊,有一个好消息,也有一个坏消息 咱们今天先聊坏消息 好消息啊,留到后面再聊 那这个坏消息呢,想必大家都可能已经知道了 昨天晚上,中国足球队1比3输给越南队 这个中国足球队啊,给越南人民送上了一个大礼包 越南也过春节嘛,越南人民叫欢欣鼓舞啊 而且我看了这个电视镜头啊 这个越南的总理,单场给那个越南球队啊 每个人发红包 从这点上说啊,中国队的这个作用、贡献、功劳还是很大的 不管自己受多大委屈 但是让越南人民欢度一个群节啊,也是有意义的 但是国内的网民不高兴了啊,国内的球迷就骂开了对吧 有直接说中国队不要脸的 还有要求这个,连越南队都说,简直是不要脸 其实啊,这个中国队啊,真的是让人无语啊 就是没什么好说,我记得有个视频,就是有记者采访马罗多纳啊 对吧,马罗多纳是球王啊,对着媒体,那是侃侃而谈啊 但是,有记者问他,说对中国队有什么建议 马罗多纳居然吱吱吱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叫,静无语临业 可见啊,这个中国队啊,这个连球王都没办法评价,给出建议 我想啊,这个记者问的是马罗多纳 如果你能问上帝这个问题的话,估计上帝也得哭啊 那中国队到底有什么问题呢,对吧,到今天这个情况 让人感觉是烂泥扶上墙呢,就是臭不要脸 就是逮谁输谁呢,这个有很多这个足球专业人士 包括这个球迷,包括热心网友,甚至包括国际友好人士吧 等等,都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分析 各个维度对中国足球啊,进行详细的分析,找原因 而且最最重要的是,中国足球啊,绝大部分的照单传收了 都照着去改,结果呢,是国足啊,感觉是一天不如一天 为什么呢,我得给大家举举例子啊 首先第一个,说这个国足啊,体能不行 对吧,中国人啊,亚洲人啊,这个跟欧洲人比,体能差 跟非洲人比,体能也差,耐力也不行,冲刺也不行 好,那就足球啊,就抓这个体能,把他们拉到这个高原啊 进行练习,训练,在确氧的环境下训练 但是效果怎么样呢,哎,你要说体能的问题 那你说都是亚洲人,你怎么见到这个日本队,韩国队 那腿就软了呢,变成软脚蟹呢 哦,那有人就说了,因为日本啊,韩国啊 他是这个早富裕,先富裕起来了 所以他们条件好,这个日本,韩国的运动员 已经补完盖了,比咱先补盖,咱也得补盖 那行,你找这个借口也可以 现在回头看看泰国队,越南队 那你说他们比咱富得晚啊 他现在还没富呢,条件比咱差呢 第二个,越南泰国啊 这个身体素质可比中国要差 中国就是你看东北的,山东的 北方人个儿就要大一点,高一点 南方人个儿就小一点 这是规律啊,你到越南 他的平均身高更低,泰国也低 所以身体素质,身高各方面 那你说他们又没有什么补盖 又没有上什么高原顺炼 那他怎么还把中国提败了呢 所以这么一看,似乎体能啊 是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 对吧,那也有人说了 哎呀,那是这个技战术啊,意识问题 中国毕竟这个足球引进没多少年嘛 对吧,一百多年 那这个足球的这玩法,技战术啊 还没有渗入人心 那好,那个足球又改革了 开始把青少年往这个巴西送 对吧,在巴西顺炼个四五年 有的顺炼个十年再让你回国 往国外这个足球发达的国家去送 让他从小去学习再回国 但是这个路还走下来之后 也没见什么成效啊 已经搞了二十年了 那么问题在哪呢 又有人说了 那不行,这个送去配啊 那我就直接规划 对不对,把你球踢的好的 直接把你变成中国籍 让你在中国踢球 这样免得培养 直接摘果 不就更好了吗 结果呢 咱也规划了一批 有用吗 似乎这批规划的球员 这次对越南也擅长了吧 还不是输给人家了吗 我不知道有没有擅长 总之这个规划这条路 似乎也灵过 那也有人说了 是主教练的原因 对吧 你看咱们 你说主教练 那咱从国外也引进主教练 国内的主教练 你随便挑 对吧 你说谁行 足球就让谁上 但是结果也是叫差强人意 好 那还有很多网友就说了 这是体制原因啊 对吧 这个咱也不能否认 这个体制啊 肯定是有原因的 起到一定作用 你看中国这个足球选拔机制啊 从这个学校队 校队 从学校 你还提的好 可能进校队 如果觉得你是好苗子 可能把你送到这个区 地区的这个 地区组织队 可能有把你送到什么 市组织队 等等啊 就这个一个 一个选拔过程 然后呢 可能进省队 进什么青少年队 然后进国家队 反正这个有一个 有一个筛选的一个机制吧 这个机制就有问题吧 因为涉及到腐败 涉及到不公平 等等啊 他这个选拔机制 会造成一个什么 好苗子 可能进不去 选上的都是中不六秋的 我还听说过啊 说这个有的孩子的妈妈 就想让孩子能进这么青少年队 能打上主力 能多打几场比赛 能让主教练关注一下 关照一下 甚至不惜啊 陪主教练睡觉 进行性贿赂 送钱的更不再花价了 这都有的 你说在这种体制下 机制下 那你说好的 未必能选得上 选上的都是那些 家里送钱 有头脑的 对吧 他未必是踢球最好的 这是选拔的机制 那么这个培养机制 也是有问题的 对吧 等等这些都是扭曲的这种价值观了 孩子都教坏了 进了球队可能都不学好 不是学怎么踢 学的是勾心斗角 怎么内斗 所以说有好苗子 本来你就选不上 选上中部六球的 还没培养好 那最后就是 这些都是原因 对吧 这个不能否认 这种体制造成的 但是咱们要看一看 你要说体制的话 朝鲜怎么 对吧 他那个体制 是不是比咱这还要厉害一点 那按这个逻辑来说 你中国队敢拍出胸脯说 你能踢得过朝鲜队吗 我估计啊 这个球迷网民 是不敢拍胸脯的 但是中国队 估计也只有他们自己 敢拍胸脯说 踢得过朝鲜 对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你说纯是体制原因 导致中国队这么差 我觉得啊 是原因 但也不是主要原因 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对吧 实际上各位啊 各个球迷 这个专业的足球评论人士 都从各个角度 已经评论完了 我谈谈 从我的角度观察的 谈谈我的看法 就是我说我 最近一次看足球 还是在20多年前吧 小30年了 大概是96年世界杯吧 应该是96年世界杯 那个比赛 我大概大部分场次 我都看了 我不能说全部看了 因为那时候上大学嘛 大家都看 我也看 我是个正经的伟球 所以我只记得啊 几个人 什么马拉多纳呀 什么奇大内呀 什么这个贝克汉姆啊 等等 记这么几个 但是那个 马拉多纳 这个贝利呀 我也知道啊 什么球王 但是我真没看过他们 我只看过什么罗纳尔多提 我说说那一届世界杯啊 那一届世界杯上 法国队啊 实际上不是实力最强的 我感觉啊 因为法国队实力 也不是说平平吧 算是可以的 但是实力最强的 就是巴西队啊 因为巴西队 就别说主力了 他连那个替补 拿出来都是明星啊 都比别的队啊 强 都太厉害了 他每个什么前锋啊 什么中场啊 他每个位置 都有四五个可选的 所以他实力是最强的 但是呢 他没拿到冠军 巴西队好像是四连贯吧 那一届就没拿到冠军 但是法国队呢 拿到冠军了 为什么呢 但是我也自己想啊 因为法国队啊 这个 他只有一个灵魂人物 就是七大内 他又是队长 又是中场 所以整个的发动机 就是他 在他的这个 叫指挥 或者叫协调下 整个法国队啊 虽然每个人的水平都不是最高的 但是呢 他们整体配合 协同 攻防 结合 是效率最高的 他更像一个整体 更像一个人 因为他只有一个灵魂人物 叫七大 大家都服他 都在他的这个影响下 指挥下 协调下 怎么样协同 而巴西队呢 他的灵魂人物啊 比较多 前锋是罗纳尔多 中场 还是他们队长吧 叫 怎么说 里瓦尔多 我不记得名字了 这个后卫里面 还有个叫 佐罗斯吧 我可能也把名 反正我不是球迷 说错了 大家要原谅 但是这个人肯定是存在的 我告诉你啊 我们那个时候看足球 就最喜欢看罗纳尔多 最喜欢看巴西队 因为巴西队啊 就是你所有能想象到的这个进球方式 巴西队都能给你完成吧 就是你要作为个球迷的话 肯定愿意看巴西队 你想一想 你能想象出怎么进球 他就能怎么进球给你看 比如说那个罗纳尔多 经常是一拿到球 连过四五个人 五六个人 然后面对守门员 就是单刀球嘛 有的时候 甚至把守门员都给过了 就打个空门 你说那看着多让人带劲吧 酣畅淋漓 罗纳尔多一拿到球 你追都追不上 所以后来 罗纳尔多就被人废了嘛 那后卫他就可不管你了 就下脚啊 废你的脚 所以罗纳尔多后来就伤病长生嘛 他太厉害了 不把他腿废了 这人拦不住啊 这是罗纳尔多啊 就看他踢球非常这个过瘾 还有一个叫那个叫什么 我刚才说卡罗斯吧 这个人是个后卫 左后卫好像是 他的长处就是 他个儿不高 是个关头 他的长处就是 好像他就发那个定位球 扔一球 非常厉害 经常是一个弧线 能那个球能绕过人墙 直接就进门了 简直就是奇迹啊 所以大家都愿意看他这个 一说发人一球 大家愿意看 希望他一脚能踢进去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就是 我记得那时候 大家都愿意看这个点球 点球大战 那个非常刺激 激动人心 不仅观众刺激 最主要的是 这个守门员跟这个球员都刺激 每个人心里压力都特别 这就是挑战 可以说是极限挑战嘛 对心里的这个挑战 那是无比的巨大的 你经常看那些经验不足的 这个球员啊 发点球的时候都在发抖啊 大家就愿意看到这个 把球点飞了的 还有那个看到这个 守门员把球扑出来的 大家都欢呼 球点飞了这个人 那个球员就非常痛苦 大家都愿意看 都愿意看那点球大战 这个对人极限考验 说远了啊 就是说 那些世界杯上 法国的也能夺冠 就是因为 有一个灵魂人物 巴西队实力最强 却没有得冠 是因为他灵魂人物多了一点 给我印象最深的啊 是那个非洲队 非洲有好几个球队啊 踢得非常好 他在那个小组赛里面 因为他们个人素质 身体素质啊 包括球技啊 等等啊 他们踢球竟然跳过 所以在小组赛里面 打的就是 叫眼花缭乱 这个黑马平出吧 但是他们一看 就没组织 把整体协调能力 所以他也就在 16强里面 搞一搞 进8强就少 我记得当时好像是 尼日利亚 踢得不错 因为你约完后啊 你遇到这些强队的时候 人家每个素质都不差 单拼素质 人家比你非洲还好 再加上人家还是有组 整体协调能力 所以你的那些非洲那些球队啊 就止步在16强 或者8强 就没法再往前走了 后面的都是那些老牌的 攻防 都是你挑不出毛病的 协调能力 都是高手过招了 这个是我当时看世界杯 法格的夺冠 这个一个感想 那么二十几年后呢 今天中国队输给越南 我们再回头看看 我又想了一想 你说中国队有灵魂人物吗 答案是有 而且啊 中国队11个人 他有18个灵魂人物 连替补他都是灵魂人物 都是灵魂人物呢 就是造成叫 都不是灵魂人物 说白了 他们谁也不 一个球队没有灵魂人物 对吧 我相信啊 中国队的这个 11个球员 你要把他拉出来 挨个跟越南球员就比 你就用天际赛马那一套 越南队也比不过中国 这简而言之啊 咱们可以这么说 就越南队你挑个最好的 跟中国队啊 挑个最差的 可能越南队的占不着便宜 可以这么说吧 但是为什么 一擅长 一组成个整体 他就踢不过呢 对吧 中国队你可以说 人人都是一个龙啊 但是合到一起 他就一盘散沙啊 中国人就是这样 越南队呢 他在这块可能要好 整体协调能力 比中国要强 那么造成一个什么局面 就是你中国人呢 你中国队啊 对越南队 就是一对十一 有人说 我们也是11个人呢 怎么是一对十一呢 对啊 我们是一对十一 然后呢 11个一对十一 一对十一 你肯定是输 那11个一对十一 就是11个输啊 叠加在一起 还是输 不光是中国足球啊 在中国的这个 所有的运动项目中啊 尤其这种叫集体项目 那都是差不多的 大家能举例子的 也就是女排嘛 中国女排曾经出的个辉煌 现在可能差一点了 你想想 中国女排出的辉煌的时候 恰恰是有灵魂人物啊 就是狼品 被塑造出来了 对吧 铁狼头 所以你一个 你一个队伍 一个集体 有一个灵魂人物 那么至少你这个效率要高一点 集体这个发挥起来 可能就是最优化 最大化 你能跟别人去拼 所以有一个灵魂人物 对一个集体来是有好处 能最大程度的 调整这个集体的一个状态 把它调整成像一个人一样 去战斗 那么越南队 他就是这个球 他虽然每个球员不咋样 但是他最大可能的 把这个11个人变成一个整体 而我们11个人 他就是11个人 我们是吹发一个灵魂人物 这种灵魂人物至少 是心悦成福 不是那种迫于淫威 服你 口服心不服 这是不行 是心悦成福 他就是服你 就觉得你 这个球就是踢的好 大家就是服 那么有这么一个人的话 那个球队才有服 才有协调能力 就我前面说的一样的 那个齐达内 齐达内在法国队里面 他就是灵魂 大家都服他 队长 他球也踢的好 指挥队也好 他带领法国队夺冠 那你说巴西队 巴西队三个灵魂人物 那就搞不清了 所以他整体系统 就稍微差的 中国队都是灵魂人物 谁也不服 你要说中国球员不努力 我觉得这个 也不能这么说 努力肯定是努力 也奋斗 也拼搏 也刻苦 你比如说中国的这个 体育项目 这个个人项目 经常有这个 有这种黑马杀出 我记得啊 20年前 中国在这个游泳这块 你基本上很难 进入前八名的 但是现在你看 很多都能夺冠军啊 为什么 这种个人项目 你跟教练配合好 好好练 然后呢 对吧 就容易单点突破 加上你可能有这种天分 科学的顺练 容易在某个方面 就创造佳绩了 那么你比如说刘翔 中国人在田径方面 是不行的 这个你得承认了 但是那个刘翔 这个百米跨栏 人家就突破 这肯定跟他 个人努力有关系 加上他可能有这方面的 天赋 再加上教练的这个 训练计划 就能在这块突破 但是集体项目 你想突破 不是靠你个人努力 就行的 个人努力当然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 协调配合协同 怎么样把球队 顺联成一个人呢 这个是最难做到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 中国足球 为什么这么烂 让国人失望 我想跟中国足球 自身背负的东西 就是足球之外的东西 各种名利 勾心斗角等等 导致他没有办法 专心支持 说的极端一点 你就把国外的那些球 都把它规划了 成了一个国家队 没有一个中国人 全部是规划的 他踢个几年 估计水平也会跟咱现在国 也是风崩离析啊 各自不服 就是谁也不服 这可能跟咱的土壤有关 那关于中国足球的好消息什么呢 好消息就是 中国足球现在已经见底了 因为他往下 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输的了 你看这个亚洲 还有哪个国家吧 柬埔寨 缅甸 老欧 尼布尔 不丹 还有哪个国家 没有了 你说中国队再挑一家输一输 能挑哪一家 能输给 这些国家可能连国家队的 有没有都不知道呢 所以说中国队啊 可以说是见底了 但是唯一防止是什么呢 唯一防止就是 西亚呀 中亚呀 那些什么国家 分裂十几国家 那咱这对手多了十几 这个名字 可能还得忘个牌 这个就报不起 所以说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啊 中国足球都盼着 世界 尤其亚洲要稳定 你不能再多搞几个国家出来 那你多搞了几个国家 意味着咱的足球名次 可能又忘了 又多了几个可输的对手 这个不太合适 只要世界局势稳定 那么中国足球的名次 基本上就固定下来了 跌无可跌 那么接下来 是不是可能能反弹 这个大家要关注 反正我不关心足球 我也不在乎 他输的哪 输给谁 我都不关心 所以我无所谓 如果有人关心这个中国足球的 我奉劝你啊 调整好心态 中国足球和中国A股是一样的 叫专制各种不服 就是要让你知道什么叫下限 好 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